索达集刊部上司您好 我是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二年级的学生 通过研究我发现生活当中的压力 往往与责任跟道德有关系 面对他人恶意的指责和非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来消除自己内心的一种委屈 难受等等我之 实际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 压力变成动力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别人对你的折磨 或者说是对你的伤害的话 我们可能在内心当中隐藏的智慧 隐藏的这种潜力不一定开发出来 所以往往我们看到 喷犬为什么如此的魅力 因为有他的碎的压力 为什么瀑布有如此的壮观 因为他有碎的落差 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一些对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品 或者说各种不合理的一种压力 反而作为一个坚强人来讲 在这个时候发挥出自己的更大的一些强力 也就是说自己的慈悲性 自己的这种智慧 如果我们自信是非常脆弱的一个人 往往是遇到别人的不平等的一种待遇的时候 可能会在他的脚下会倒下去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越遇到困难 越遇到问题 越遇到别人对你的不安的时候 我们自信当中的这种力量更加要强化 这是在我们佛教当中叫做为远 转为道路 意思就是说我们把痛苦化为力量 应该把这种障碍化为顺缘 这就是在世间当中最有效的一种生活的面对方式